先生女士大家早安大家早 那健保不是国民党的 也不是民进党的 是我们民众的 因为家户总守的 造成了什么截户纪贫 造成了虚拟所的 造成了处罚单身条款 所以有今天的补充 保费的这样的来解决汇基的问题 那目前健保是符合民众所要的需求 那我们本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做好把关监督 那我们在医药价的黑洞 在品质的提升 这一个部分 那在我们本委员会 我们所有国民党的委员 已经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尽力 那在补充保费这个区块 那针对我们所有执行业务所得 利息所得 以及鼓励 就用救援扣角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 我们补充保费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区块 已经非常符合民众的需求 民众的观感 也不会所谓的什么雇主的增加 也不会所有的解决我们家户 从手的造成 对我们农民 对我们渔民 对我们水利的这些脚脚保卫的 这些民众带来的负担 所以健保是真正要照顾弱势朋友的这个问题 是我们全民的 在这个区块 那我们新二代健保已经有真正的照顾到了 已经在我们中国国民党团所有的努力 共同及时广域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新二代健保国民党的版本 是实质的针对二代健保的所有的 做这样的修正 所以在这里符合我们民众的需求 那也真正照顾到弱势团体的所有这个区块 让我们政府也实质的有这个负担 来解决我们这些低收户的民众 真正健保的这个低收户的民众 所以新的二代健保 是最适合我们目前民众所需求的 不会增加雇主的负担 不会增加农民的负担 不会增加移民的负担 不会增加劳工的负担 不会增加水利会所有这样的负担 真正的解决资本利得的这个区块 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新二代健保版本 谢谢